首次 日媒 驻日美军参与日本自卫队离岛综合防灾演习 日本琉球新报3日报道 日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2日 在冲绳县福原岛举行离岛综合防灾演习 报道称 日本自卫队2014年开始实施该演习 本次演习系美军首次参与 琉球新报称 演习中 日美双方使用直升机将福原岛上受灾民众运送 置停在冲绳岛东约70公里处海域自卫队运输舰 随后 运输舰将受灾民众运送至路上自卫队纳巴驻地野战医院 或途经驻日美军加手纳基地运送至美国海军陆战队医院 据报道 关于本次里岛综合防灾演习 系驻日美军主动向日本自卫队提出的申请 希望参加演习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少校罗伯特慕利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 里岛位置偏远且分散 疫情成孤立 在这种地区进行每日合作演习很重要 但目力补充称 本次演习并不是以军事行动 战斗为背景 旨在于提高第三远征军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 不过 琉球新报编辑长爱和太郎 观测了驻日美军在演习中的动向后提到 演习使用了美军为离岛作战准备的运输路线 并分析称 在演习中使用了战时武装设备 可能具有负伤士兵运输训练性质 实际发生战斗时 还可能会增设冲绳线与日本主导之间的运输路线